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有关肿瘤的一些常识 肿瘤分两类 一类是良性的 一类是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其中也分两类 一类是癌症 一类是肉瘤 从华文角度来讲的话 癌是起源于上皮细胞的 而肉瘤是起源于肩瘀细胞的 来源不同 总的来说 这两类算恶性的 华文来讲简称癌症 另外一类 它也是作者是良性的 像一些女性的子宫肌瘤 还有一些甲状腺的一些腺瘤 它那个都不是恶性的 不算来症 不算良性肿瘤 有可能恶变 但是总的来说的话 它是属于良性范围的 所以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要内容 是恶性肿瘤 不包括那一类良性的 现在说一下 就是肿瘤细胞是怎么来的 大家都知道肿瘤是很难治的 但是怎么才能发现肿瘤呢 肿瘤是从哪里开始都变过来的呢 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 只是世界上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但是大概的过程 基本上也有结束 肿瘤细胞 一般来讲是 起源于各种基因突变 所有人的构成 它都是有细胞构成的 从一个受精卵开始 肿瘤细胞 应该讲的话就是 它有癌基因存在于人体的细胞当中 就是从生下来开始 所有的生长基因 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可能誘发为癌变的基因 所以说 癌基因是存在于 人生下来以后就有的 每一个人当中 都有存在这种 就是癌变的可能 但是它不是 就是 对面的癌症 它的 癌变是在一定条件下出事 出事发生的 它其中有 防止癌变的可能的 重要的功夫就是 它有地癌基因 还有一些身体的检测手段 如果形成癌症以后 大家都知道癌症是很容易造成 人体的衰落 和人体组织的受侵害 它主要是会侵占正常组织 正常人的一些营养 因为肿瘤织织 ,症也 dado 肿瘤织织增长很多很快 正常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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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更多的营养和夕消耗 血氧这些东西 它会比正常处的增长得更快 所以说 有些情况下 它这个 有时说进步 吹蟹部品 吹蟹营养物品 在摩蟹情况下 在不恰恰的时候 可能会促进肿瘤的增长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因为 它增长的原因 年轻人和老年人比较 年轻人因为增长快 特别是孩子 它的基因增长 就是 发育 憧憬都比老年人 或者成年人更快 所以从不同人群的 比较来解 孩子和少年 甚至青年都比老年人 就是如果成熟的话 它都变得更快 就是更容易 受影响 不容易治疗 愈后会稍微差一点 癌症 头发病人